早上六点多 天才刚亮 一只巨型猕猴出现在起楼下方 大喇喇逛大街 民众看见有猴子出没 立刻拿出手机拍照 PO上脸书 提醒周边居民不要随意靠近 只是这只猴子四处乱跑 被居民发现已经不是第一次 同一天早上就有民众看到 他跑到菜市场 先偷走香蕉和南瓜等蔬菜水果 再沿着电线杆爬上遮雨棚 接着就站在屋顶享用美食 比人还凶 我在这边跟他看 他一直看我 我在看他 他可能是火大 跑到这边来头探下去 就怕他伤到人 不只探伤受害 还有人的车棚雨泽 因为猴子用了一跳 破了一个大洞 只能先用塑胶板将破洞补起来 面对猴猴不停骚扰 也让在地居民苦不堪言 从这个爬到这边来 然后掉下来 不小心他掉下来 就破一个洞 就是会怕 像那个李明他就说 我很怕 早上一大早我开店 万一他来怎么办 我赶快打1999 就给那个1999 请他通知洞宝来 去年9月台北市内湖 也曾经有猴子出没 不过后来洞宝处有进行诱补 如今再出现猴子 这一个月来 每天凌晨他都会跑到 明湖国小周边 找食物来吃 就有家长担心 如果学生遇到猴猴 恐怕会遭到抓伤 因为猴猴有野性 如果民众看见 千万要保持冷静 不要挑衅 并且遵守不接触 不干扰 不喂食的三不原则 并且通知洞宝处到场处理 切勿自行捕捉 今天我要跟杨曼雄中心谈不到 立刻下载静新闻APP 一手掌握新闻时事 静善静美 静好新闻